位于南投县新义乡明德村明德段的一条产业道路 该路段为当地居民的交通要道 交通量也非常的大 但因道路不够宽 时常造成会车困难 让当地居民非常的困扰 那这条路是通往上面有一栋房子 也有一些居民的主要的道路 因为每次下雨 有一些地方就会摊掉这样子 那也很希望使清水一员来帮忙这样子 就想说比较有凹凸不平的先把它弄平 然后看能不能拖宽 因为有一些车子就没办法上去这样子 先议员使清水指出 除了路面不够宽以外 道路也遭掏空 在回抗后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这边是明德段的一个产业道路 这个地方非常的狭窄 而且有一些路地被掏空 说实在这个坡度也是有一点坡度 如果没有再加宽的话 对他们的在开车方面 行人方面都有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我向我们圆明区建议 能够把这段路修好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安心地工作 安心地回家 产业道路若没有改善 不但会造成交通上的困难 也有生命安全的疑虑 希望在会抗后能够尽速改善 保障当地居民的交通安全 记者邱平易 新一采访报道 我的相�am